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主今天早晨 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 想到主日心里就很欢喜 不是因为今天放假 其实今天可能在座的 尤其第一堂弟兄姐妹 比平常你还更早起来 因为你要来到这边来聚会 平常你还晚一点点起来 为什么礼拜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呢 因为在两千年前的 有一个七日的第一日 在犹太人来说 那个是不重要的日子 他们就知道的日子刚刚过 就是安息日 可是对我们基督来说 那一天是复活 临到了主耶稣 是上帝用他的大能 把耶稣从死里复活出来 那这是我们今天一切的根基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 也是这样 我们所要思想的事情是 经历患难后 生命的成熟 我们要继续用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二到十一节 来看经历患难后 生命的成熟 事实上上周我们已经用 这一段的经文思想了 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患难 当时我们提到 请你看讲义 当时我们提到说 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患难呢 我们说我们说患难 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必然的经历 而外在的患难 就带给我们内心的苦楚 上一周讲完之后 就有一位弟兄就跑来找我 找我 他怎么跟我说呢 他说外在的患难 跟内心的苦楚啊 真是不成正比耶 因为我那天说 理论上来讲 外在的患难 跟内心的苦楚 是成正比的 理论上来讲 外面的患难大 那里面的苦楚就大 外面的患难小 里面的苦楚就小 我说理论上是这样子 我说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跑来跟我说 真是这个样子耶 他说事实上 他的感受 他说外面的患难大 里面的苦楚要小 这个很难 外面的患难大 里面的苦楚要小 真的很难 他说外面的患难不大 里面的痛苦 绝大多数还是大的 你同不同意他所说的 你同不同意 同意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人就是这样子 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 人不仅是如此 而且人很偏心 偏什么心呢 就是如果自己的外在 有患难 那么我们就叫苦连天 但是如果听到 别人有患难 我们就觉得说 你还好嘛 忍一忍就过了嘛 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上帝是有恩典的 当我们看到患难 同样的患难跟问题 临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没有什么 也还好嘛 好几年前 好几年前 有一位弟兄姐妹 对我说 他说他到海关 美国海关的时候呢 被刁难 他说他认为 美国人有种族歧视的情形 他跟我说 我就跟他说 不会吧 我说不会吧 我说一般来说 美国人都还好 都还好 我说一般来说 特别是西岸 或者东岸 比较靠边的地方 都还好 我说他们外国人多嘛 我说还好的啊 我说 海关人员 有时候还会跟你聊聊天 当然那是在911以前啦 911以后就不能聊天了啦 他还就聊聊天啊 我说他们蛮有礼貌的啊 他们蛮有礼貌的啊 那是因为 我从来没有被要求 打开过我的行李 所以我觉得还好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打开行李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你没带什么违禁品 也没带什么非法的 打开起来看就好了嘛 所以我就不认为这样 他跟我讲 我还跟他说 没有啦 美国人好很多了啦 美国比别的国家都还好 我就跟他这样讲 可是2001年 冬天 我从芝加哥上飞机要回台湾 那么我在那个 画位置的时候 我在那边 我在排队画位置的时候 在拖行李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排到 排到我前面 美国人排队是比较特别的嘛 他排成一排 然后有四个人在服侍 那么我就在那边等 就在那边等 有的时候我们在等 就想说 哪一个人比较好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对不对 你看到哪一个人比较好 最好是哪一个人给我画位置 或哪一个人给我检查 最好了 那么我就看到 前面的几个白人的行李啊 都是直接从那个门口就进去了 就是他check in完了嘛 对不对 行李就挂上去 就丢进去了 可是呢 很奇怪 有两组显然不是美国人的 对不对 check in完了之后呢 他就把行李拿着自己走掉 他就觉得说 这么大的行李 他拿到什么地方去呢 为什么不确定呢 轮到我了 我进去了 那我就确定 他就办好登机证 他就 他说你等一下 他就按了一个内部的铃 就外面就推了一部车子来了 车子来了 他就说 要把我的行李 我就说我的行李太大了吗 不能进去吗 他就不是 他说你的行李要特别的检查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特别检查 那我前面那个人 就会特别检查 他不是进去了吗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是抽查 有的要 有的不要 然后就一副 一副那样就说 我要抽查你 你要怎么样呢 他说抽查嘛 既然是抽查 那就抽查了嘛 我突然感觉到被歧视了 我突然感觉到被歧视了 那为什么白人都可以直接进去 那我们这种不白的 就要另外检查呢 好了 但是我就想算了 等我送到任何一个地方 那那个人就把我推嘛 推到那边 好了 就送了 我发觉呢 所有在那边被检查的人呢 没有一个是白人 被检查的人 没有一个是白人 不是黑人 不是墨西哥人 就是黄种人 我就没看到白人在那边被检查 我就问那些检查行李的人 我说怎么这么巧啊 怎么这么巧啊 都是我们这些被抽到的人 都不是白人呢 那检查行李的人哈 他们是少数民族 他们在美国里面算是少数民族 你看他们就不是白人 他们就不是白人 他们英文也不是很好 然后送我去的朋友 就跟他们说了 就说 哎 他说你们这样子 我们有点怀疑啊 怀疑你们有没有种族歧视啊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嫌疑啊 就那些检查行李的人 就无可奈何的说 所以我们只负责检查啊 哎 你不要把这个罪名 灌在我们身上了 因为在美国 如果被人家告种族歧视 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你要是被人家告 你对别人种族歧视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他就说 他说哎 这跟我们无关啊 他说 他们 我们只负责检查 他们送你们过来呢 我们就检查 我们没有全过问 我们没有全过问 那我一方面很不高兴啊 为什么 因为啊 他要我行李全部打开来 然后你知道 我们最后上飞机的时候呢 因为从美国出来 我向来就 把东西能够塞进去 就塞进去了 我也没有把它整理得很整齐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那次去照了很多的照片 以前的底片 如果说别的国家的话呢 我是不敢丢在行李箱里面的 因为从美国出来很方便 我就把很多卷的胶卷 统统丢到那个行李里面去了 他就跟我说 你里面有没有底片 我说有啊 他说你把它挑出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等一下呢 我要把它送到一个非常严格的 那个scanner里面去 他说你出来的结果 如果里面有底片的话呢 全部都失效 我说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那911以前啊 我说911以后啊 他说没有办法 他说因为你被抽中了 我就越想越不高兴 为什么抽中都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呢 怎么都没有你们美国人呢 我又想起来 上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说他发觉美国人有种族歧视 我还跟他讲说 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不对 人家要检查 就给他检查嘛 可是问题临到我的时候呢 我就很不高兴了 你说人偏心不偏心 偏心不偏心 看到别人工作很困难 我们说没有关系 哪个老板不压迫属下的 对不对 可是轮到你被压迫的时候 哇爆跳如雷 我们人真是很偏心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为什么患难临到我们 或不顺利临到我们 我们有这么大的痛苦 可是临到别人 我们就觉得还好呢 那是因为我 那是因为我 我是我们对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觉得我最重要 我们对于我有感觉 我们对于别人没有感觉 这也是我们很不容易 面对苦楚的原因 其实患难啊 大致上来说还算蛮公平的 临到很多的人 可是因为我们感觉苦 患难临到我了 那么这个苦楚就很大 这个苦楚就很大 上次我们说 怎么样面对苦楚呢 第一个就是 倚靠上帝的大难 你看倚靠上帝大难 叫保罗说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在患难当中 如果你靠的是自己 你只会越来越苦 你只会越来越苦 保罗说我们要靠 叫死人复活的神 让祂的大能 在我们里面发动 让祂的大恩 临到我们个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苦楚当中出来 主耶稣曾经说 说烦劳苦 担重担的 可以到什么 到祂那里去 祂说祂就使我们得安息 所以在这边 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祂说如果你有苦楚 消极方面 你不应该再看你自己 积极方面 你应该到主耶稣那里去 所以面对苦难 第一个要倚靠的是上帝的大能 我们上次说 第二个面对苦楚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接受他人的扶持 你看也没有自己 他能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多聪明 我们要多努力 我们要多去面对 他告诉我们要倚靠 上帝的大能以外 他说要什么呢 要接受他人的扶持 接受他们的扶持 有一首诗歌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写的了 我们很小时候就会唱了 说分享的快乐什么 加倍的多 那分担的痛苦呢 格外的少 为什么 格外的轻 为什么呢 当我们接受弟兄姐妹的爱和关怀的时候 我们会享受到苦楚被分担到的恩典 苦楚被分担掉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设计 请注意听 神本来就这样设计的 神设计这样 这是神的定规 因为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 在这边我们告 我们上次说要接受别人的扶持 你要分享出去 其实我们并不缺建议跟安慰 对不对 其实我们很不至于说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其实知道怎么办 我们不是需要建议 我们也不是需要很多的安慰 但是我们一说出来 别人一听到了 我们的苦楚就减轻了 甚至他还没有给我们建议以前 我们的苦楚就减轻了 因为这是神的设计 我们应该学习 接受别人的扶持 这是我们上次说的 那么如果经过这一段的过程 我们今天就要说了 说那么经历患难后 我们生命会怎么样的成熟呢 患难既然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必然 因为一个人逃得掉 那么我们应该思想 患难跟苦楚 对于我们这个人正面的价值是什么 正面的价值是什么 既然患难跟苦楚 你我都会得着 我们也倚靠了上帝 我们也接受了别人的扶持 那么这个患难跟苦楚 到底给我们什么正面的价值呢 从这边这段的圣经 我们清楚看到两个正面的价值 第一个 第一个 患难与苦楚的正面价值 第一是经历上帝的拯救 经历上帝的拯救 使得我们有盼望 使得我们有盼望 经历上帝的拯救 使得我们有盼望 好不好 请我们来念保罗所写的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节 来看保罗怎么样提到 经历上帝的拯救 使我们有盼望 那么请 弟兄姐妹读第八节 和第十节 我来读第九节 好不好 弟兄姐妹请 弟兄们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提到 这个苦难 给他一个正面的意义 给他一个正面的意义 这个正面的意义就是 让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 只能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我们前一次说到 说保罗是一个经历许多患难的人 虽然患难一次比一次艰难 但随之而来的 是保罗的生命越来越成熟 保罗的生命越来越艰忍 难怪保罗 在罗马书那边说什么呢 他说患难生 忍耐 忍耐生 老恋 老恋生 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一句话 保罗写起来二十几个字 从我们来看 这个不是个理论 这是保罗的经验 他是实际 一次一次累积出来的经验 这二十多个字 是他流汗 是他流血 是他流泪的结晶 我们在患难当中 会看到自己的不足 我们在患难当中 才可以看到自己的极限 人不在患难中 看不清自己的界限 看不清自己 可以忍受多少 人只有在高度的苦难当中 才会认识自己 是有限的人 认识自己是有限的人 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姐妹 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 她刚刚出国读书回来 她在英国去读书 她回来说 我就说你出去多久了 她说一年多了 我说好快 她说你好过我好慢 她出去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说 我说你到英国 你学了什么 我问她 我问她说你学了什么 我本来是问她说 她的 她是学了哪一个 major 她是学哪一个 一个 科系的 她就说 她说我学到最多的 是学会倚靠神 我说啊 我都是这样啊 她说对啊 因为她第一堂课下来 第一堂课下来之后 她只想哭 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其实我听过很多出国读书的人 第一堂课都是这样的啦 第一堂课已经不错了 有的人一个礼拜下来 完全四科五科 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我相信一鸣很有经验 一鸣去的时候 到法国去的时候 他还不太会发文 你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他说唯一的办法 就是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对吗 我告诉你 其实他也不是不想靠自己 谁不想靠自己 我告诉你 不想靠自己很难耶 人一定要被逼到一个地方 已经超出你的极限了 你没有办法 你没得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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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靠神 所以我们老一辈的 有经验的传道人 或者弟兄们都告诉我们说 说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起头 为什么人的尽头 是神的起头呢 因为人总不感觉自己有尽头 神总没有开始的机会 这一苦难就有很正面的意义 过去这个礼拜 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过去这个礼拜 这11月2号到9号 我有十几堂的讲道 也不是故意的 反正就有的东西就跑进来 然后要开好多的会 然后还要去上课 然后还要写报告 还要读书 还不包括随时随地接到电话 弟兄姐妹打用到我家书的时候 我都很生气 他说你们电话永远打不通的 不是打不通 是因为抓在手上嘛 你当然打不通 然后我们为了 不让正在接电话 或者我们打电话的对象受到干扰 我们就没有用插播 因为我们认为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对不对 我已经跟A在讲话 然后B插进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的看法 每一个人看法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是不太愿意让别人插进来的 可是因为电话那排队的人就很惨了 是不是 他可能两个小时打不进来 有时候我帮我打电话进来 就跟我说 你怎么老是你的电话都没有挂好呢 我说挂好的 挂好的 只是都在打电话当中啊 哎呀 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要改好几篇的奖章 因为礼拜三 要来的礼拜三 我要到菲律宾去 他们请我去讲道 因为秀莲他们教会 他们教会 然后你知道 你只要到一个地方去 人家闻风而来 就前面加几堂 后面加几堂 中间又加几堂 人来本来是上午跟晚上 他就下午也来 也来给你排几堂 结果在四整天之内有十七堂 平均每天四堂 那我们去了也不好意思 因为秀莲在那边 我们的女儿架在那边 那我们去的时候 我不跟你讲道 或者说少讲两堂吧 怎么可能呢 总要帮帮秀莲在那边 到菲律宾去 他们的教会 他们教会又很老 我说很老 就是说他们的历史 又很久 他们的人数很多 比我们还多 比我们还多 他们要全教会的培灵 还要同工退休会 早上还要成根 哇我预备的不得了 我实在觉得实在不行了 有一天 我不行了 我很少觉得不行了 我就打个电话给李军元长老 我就跟李军长老说 拜托 可不可以在同工退当中 提出来替我提名祷告 然后我只好打电话给 姐妹会的主席 我说 可不可以请姐妹会为我祷告 我很少这样做 我很少这样做 并不是 并不是我不相信祷告 可是人 没有被逼到你真的不行了 你很难说 仰望主 我们都知道仰望主 那什么是我们的极限呢 所以苦难有很大的意义 苦难有很大的意义 患难有很大的意义 我觉得身体不好 对我们而言 我们当然很不舒服 可是如果我们身体不好了 我们到底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人只有在面临自己的极限的时候 才会呼求神 才会呼求神 有的时候并不是患难 有的时候是 是环境的压力 有的时候工作的重担 我知道有时候 在外面工作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很大 就有个弟兄说 他说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常常想的是 这两分钟我要做什么 你听得懂吗 这两分钟我要做什么 那么下两分钟 我要做另外的事情 你知道那个压力 不是很容易的 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拯救 所以患难跟苦楚 第一个正面的价值就是 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拯救 神在训练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在训练亚伯拉罕 作为信心之父的时候 是一步一步的 给他兴起挑战的环境 一字比一字艰难 如果你读亚伯拉罕的生平 你会发现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挑战 目的是让亚伯拉罕可以倚靠他 可以相信他 如果你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 上面怎么说呢 他说这事以后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你就发现 原来神要亚伯拉罕 献以撒这件事情 是给他的试验 是给他的考试 考试 他说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他 神已经预备他了 神已经帮助他了 神已经给他的各种环境 来挑战他了 最后来了一个总复习 来了一个期末考 给他来一个大考 这考题不太简单了 考题是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 对亚伯拉罕而言 这是患难 这是天大的苦楚 这个儿子是以撒 是上帝在亚伯拉罕 一百岁的时候给他的 现在神说把孩子收回 一百岁你生的 现在你一百十三岁孩子收回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如果我是亚伯拉罕 我试想 我已经想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亚伯拉罕 怎么办 我一定跟神说 既然如此 何必当初 对不对 你既然要收回 你就不要给我啊 你为什么给的 我还要收回呢 你知道从听到 这个吩咐说献以撒 到亚伯拉罕 真正献以撒 总共有三天的时间 我到处找 希望找到亚伯拉罕 到底三天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我问你 换了你 你想什么 神告诉你说 我把你亲生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三天之后拿走 你在感觉怎么样 你不呼天抢地 看把儿子藏到什么地方去 可以不让上帝抓到 不上帝带到山上去献给我 这对亚伯拉罕是很大的困难啊 哎呀你在创世纪里面 找不到亚伯拉罕的内心反应 因为亚伯拉罕 那个脸你就看不清楚 他什么意思 一直到了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 十七到十九节 才讲出亚伯拉罕的内心的反应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亚伯拉罕印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他欢喜领受 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这个希伯拉罕说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 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孩子来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说 把这个孩子献上的时候 他一心想不对啊 神明明说 这个孩子以撒是做我的后裔 而且我所有的后裔 从以撒出来的 那么现在献上不是又没了吗 以后 他就以为了 他就是以为 献上之后 神可以叫这个孩子 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就去面对这件事情 现在的弟兄姐妹 我们才明白 亚伯拉罕的内心世界 原来他认为神 神竟然可以让他一百岁 撒拉九十岁的时候 生了以撒 那么即使他把以撒献上 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 他猜错了 他虽然猜错了神的作为 却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 对不对 他虽然猜错了神的做法 他却表明了神的信心 感谢主的恩典 亚伯拉罕在奇末考的时候 通过了 叫做满分通过 对不对 他虽然猜错了 可是神的信心 我们谁能猜得着呢 是不是 神把某个痛苦临到你 你猜得着吗 我们昨天去参加猜传年会 有一个宣教师说 他的语文能力不好 每次学就学不好 以后那个老师就快把他放弃 以后他得了脑磨炎 他得了脑磨炎 然后好了以后 他又去学中文 他是外国人了 又去学中文 结果那个老师跟他说 说你怎么突然 你学中文的能力增加了 那可能是脑磨炎的结果 对不对 可能是脑磨炎的结果 当时他还讲 我就说 这个是脑磨炎的结果 我就在上面讲 后来他就说 他说谁知道呢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的 可是当你在得脑磨炎的时候 你会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不会的 我们有时候猜错神的作为 可是却可以表明我们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给亚伯拉罕不是一次就很大的难题 不是 他给他一步一步的引导他 让他在小考当中成长 让他在小考当中学习 最后才给他一个大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正在经历一次比较大的事业吗 如果你是来依靠他 来依靠他 我很喜欢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 他说来亲近主 主就必亲近我来 你来依靠他 你就会知道 依靠的滋味是什么 没有人一生不经过大大小小的患难 可是大大小小的患难 每一次都给我们正面的意义 每一次都给我们正面的意义 你能够在这一次的试验中 在你的极限中依靠神 经历神的拯救吗 那这样子的经历 不仅让我们享受上帝的拯救 也使我们有盼望 你知道整个基督信仰盼望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总不能在今生得着所有的一切 亚伯拉罕就这样啊 神跟他说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我告诉你亚伯拉罕死的时候 没看见几个 没看见几个 亚伯拉罕生以撒嘛 对不对 以撒生雅各 对不对 雅各你把以少算进来吧 其他的 因为从以撒生了才能算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没看到几个啊 他说要得迦南地为业 他也没得着啊 那个地他们从来没得着过 他还有钱给人家买呢 还没得着呢 所以亚伯拉罕是存着信心识的 我们今天总不能得到所有一切 可是我们有盼望 那如果这样 我们再来读更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你来看保罗怎么说 保罗怎么说 一章第十节我们来看 预备 请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那如果你有笔 那如果你有笔 你应该要有笔了 你应该把三个词画起来 有关时间方面的副词 第十节 他曾救我们 第十节 现在人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你应该把他画起来 就是他曾经救过我们 他现在要救我们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可见我们可以一致一致的成长 直到有一天我们对未来的患难会预先产生盼望 弟兄姐妹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你现在的患难不是最大的患难 对不对 你现在收费还在小考 还在日常考试 还没到断考 我们还有个起考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考试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一定让患难来领导我们 请注意听 好掉我们废倚靠他 如果你说 哎呀我现在都过不了了 那怎么办 现在以撒的时候还没有到啊 所以在这边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些 他说他曾救我们 现在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 他有十次去见法老 对不对 那十次去见法老 我小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神很爱献 你听得懂吗 你知道我们这种脑筋有点问题 我们想事情都是想得歪歪的 我都是神很爱献 你就带领摩西 你要摩西带领你上去出埃及 就出埃及嘛 那为什么这么爱献呢 十次哦 哇 做行神机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对不对 摩西怎么说事就怎么样成 他 我就在想说 哇那摩西简直是伟大的不得了 怪不得 图画出来 摩西拿着杖子都是很了不起的样子 或者我们的思想摩西都很了不起的样子 因为他行了十次的神迹 神叫他这样做 只有第一次 是法老不肯让他们离开 你发现第二灾开始 法老每次都答应摩西说 你们走吧 可是等待一灾难一过去 神就反 那个 法老就反馈了 又不让他们走 如此反复十字 如此反复十字 我问你摩西辛苦不辛苦 辛苦不辛苦 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 摩西啊 他所面对的那个法老 是跟他有 有 有 法定的血缘关系 你知道吗 还有法定的血缘 因为他很可能本来就做了 做了法老的 摩西 他跟这群百姓呢 最近百姓又不是那种很相信他的 所以他每做 多做一次灾 每多做一次灾 对他来说就是一次磨练 为什么 他就进去跟那个他的 可能是他的兄弟 或者可能是他的侄子 说 说 你答应我们让我们去 你不让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说好啊 我让你们去 我不让你们去 他就出去了 又做了一个神机 然后就发生很大的困难 他就看他说 你要让我们去 他说好 他就去解决灾 解决灾的时候呢 后来他又不让他们去 然后这些老百姓呢 更生气了 对不对 你有本事 就一直带我们走啊 你搞了这么多都没有作用嘛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怎么来想 我每次想说 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一直反复呢 我告诉你 神可不可以一次 就让法老答应这件事情 神可不可以 神还不可以的话 那就别混了嘛 对不对 神当然可以啊 不然两三次也就好了 为什么要十次 你会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很多的理由 其中有一个理由 就是摩西如果不是经过这十次的对神的相信 摩西没有办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比起这些以色列的乌合之重 法老只有十次已经很不错了 你听得懂吗 上帝不仅要在老百姓的以色列人的面前建立摩西的权威而已啊 他要磨练摩西啊 我告诉你 比起以色列这些人 法老算不错了 他只找摩西十次麻烦 你想想看 摩西从来没有想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那么短短的路要走四十年 啊 四十年啊 摩西在宫中学了四十年 又在矿野学了四十年 就为了后面四十年 可是上帝没有跟他说说 我要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共四十年 我相信了 如果告诉他 他绝对不干 对不对 谁干这种事情啊 四十年很长耶 而且没告诉他 他越多就越难过 可是我相信每一次 让他软弱的时候 他就想起 神有办法十次 我就再忍耐一次 我就再忍耐一次 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将来他 还要救我们 你要知道 此后的四十年的矿野 以色列人常常给摩西出难题 摩西也不过上山 四十天金牛毒就造好了 你说快不快 啊 这摩西如果不是做过 就这么大的磨炼 他耐心很好 怎么得了啊 四十年层出不穷的问题 漫长的日子 那感谢主 圣经上有一句话 他对摩西断定 他怎么说呢 他说摩西比世上一切的人都谦和 我告诉你 读到这段圣经 如果你对圣经了解 你要哈哈大笑 什么摩西是谦和的人吗 你记不记得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打死人啊 他只不看不顺眼 理论上讲是不是这样子 他只是看不顺眼 而且一个人打死人 我告诉你 要把人打死不是很容易 一个人把人打死 不是很容易 他一气之下就干这种事情 我告诉你 摩西不是天生的谦和 摩西是在患难跟苦楚当中 经历一次又一次 上帝的拯救 让他在盼望当中谦和下来 约翰跟雅各 也不是很谦和的人吗 对不对 一气起来就说 为什么不叫火把他们烧死 可是到老的时候 老约翰写的那一个 约翰一二三书 你看的感觉怎么样 那是无 不知道多深的一个爱在他的里面 多深的爱在他的里面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患难跟苦楚所磨练出来的性格 我们感谢主 神把患难跟苦楚临到我们 是磨练我们 是给我们有恩典 弟兄姐妹 患难跟苦楚的第一个正面价值 就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拯救 使我们有盼望 你现在有在经历什么患难吗 你要感谢主 你现在就感谢主 不要等将来再感谢主 你说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我现在正在经历你的拯救 我指望将来 你还要再救我们 第二 第二 第二个正面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得着属天的安慰 成为他人的祝福 得着属天的安慰 成为他人的祝福 患难跟苦楚 第二个正面的价值 是让我们得着属天的安慰 成为他人的祝福 这个正面的价值是给别人的 这个正面的价值是为了别人而赐给我们的 刚才的第一个正面的价值是给我们自己的 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第一个正面的价值是经历上帝的拯救在我们身上 使得我们有盼望 这个正面的价值是为我们个人而存在的 可是第二个正面的价值是为了别人的 请我们读哥人的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到七节 我先念 那请你们念三节到七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他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的安慰 我们也为你们所存的盼望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前一次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 一共有四个患难 够多患难了 有三个苦楚 够多苦楚了 但感谢主 你知不知道就在这一段同时的里面 一共有几个安慰呢 一共有十个安慰 你们说好不好 好不好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患难 没有苦楚 就没有安慰 如果你有外在的患难 如果你有内心的苦楚 神就给你更多的安慰 那问题是 那安慰是什么 到底安慰是什么 安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文的安慰 给别人的感觉是消极的 当人说痛苦的时候 我们说一些安慰的话 或者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别人来讲几句安慰的话 说没有关系了 或者告诉我们说 事到如今了 没有办法了 你就看开一点吧 这是安慰 这是我们想的安慰 顶多我们说 说哎呀没有问题了 我们来仰望主 看看神有什么旨意 这样子安慰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保罗在这边用安慰这个词 在原来的意思不只是这样 它不是一个消极的意义 这个安慰这个词是一个积极的用语 这个安慰这个词 在圣经里面被翻译出来 有很非常广的 是一个colorful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是一个非常多面的 它这个词有鼓励的意思 有建议的意思 有劝勉的意思 有帮助help的意思 有help的意思 有邀请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患难当中 在我们的苦楚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 鼓励 建议 安慰 在第三节里面 怎么样描述这一位神呢 他怎么描述这一位神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就是发慈悲的父 下面说什么 赐什么 各样安慰 安慰就安慰 为什么有各样安慰 你就知道安慰这个词 它有很多的意义 他说赐各样安慰 就是安慰的种种形态 也就是说 这位神要亲自 在我们的患难当中 在我们的痛苦里面 祂要来与我们同在 祂要鼓励我们 祂说鼓励的不是人的言语 祂说鼓励是祂的大能 是祂的力量来鼓励我们 帮助我们 而这种安慰 这种帮助 是脸里面的感觉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当你在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也不是谁说了什么 也不是环境什么改变 就突然 心就 释放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是安慰 那是神来的安慰 我们得到灵里的安慰 这个安慰 这个鼓励 这个帮助 这个带求 这个劝告 如果用英文来讲 后面加ER 或者OR 就变成什么什么的人 对不对 或者我们中国人说 说我安慰人 说我是安慰人的人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或者我们来猜猜看 请问这个词 后面如果加上一个人的话 就变成哪一个字 除了范长老 不应该猜以外 对不对 他很知道这个词的 后面加ER 或OR 就变成什么词 请问 在安慰的后面 再加个人 就是安慰别人的人 圣灵上称为什么 宝慰是 就是圣灵 你们没有很惊讶啊 还是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提到 安慰者 鼓励者 帮助者 带求者 劝告者 翻译出来 这个词就是圣灵 也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 各样患难的时候 那个被求告的对象 那个安慰别人的人 那个劝告别人的人 那个帮助别人的人 那个激励别人的人 是圣灵 换句话说 当患难跟苦楚 临到我们的时候 那个正面的价值 跟意义就是 圣灵宝慰师就跑来跟我们 同在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 我告诉你 当你在患难里面 当你在苦楚里面 第一个跑来坐在你旁边 陪你的 不是别人 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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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苦楚 不需要这么大的安危 圣灵不会来 不必来啊 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不必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来安慰我们 他来劝告我们 他来帮助我们 他来鼓励我们 所以在第四节 第五节这边 说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持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告基督多得安慰 多得安慰 多得安慰 第四节 提到我们是神 主动来安慰我们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不是我们求的 他才来的 我再讲一遍 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 他就安慰我们 他主动来 他是自个样安慰的神 他来安慰 他来教导 他来鼓励 不必我们去求 弟兄姐妹 这很稀奇 我们总以为说 我们求死神 才来永同在 不是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神就来安慰我们 一旦我们在患难当中 一旦我们在苦楚里面 圣灵就来安慰 有一个故事 很多人听过了 我要再讲一下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给我很大的安慰 有一位宣教士 到非洲去宣教 他宣教了几十年 老了 他要回他的祖国去 当时只有船 没有飞机 他就坐着船回去 船靠岸的时候 哇 下面有很多人夹到欢迎 原来跟他坐同一艘船 回去的 是他们那个国家的君王 刚刚到非洲打猎完回去 他跟他坐同一条船 那当然了 君王要先下船 他当然 他算老几 他说不定是坐 最下面那个舱等的 对不对 那君王可能把上面 头等舱 二等舱 统统包掉了 连侍卫都坐在三等舱里面 他大概坐在 压在舱底下的 大家都走完了之后 他心里很难过 他说我在非洲 几十年的宣教 他说我回国 没有人来欢迎我 他说这个君王 他不过是去打猎 他是休假 他打几天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哇 全国老百姓举国欢腾 说我们的君王回来了 他就打猎回来了 那我算老几啊 那个宣教士 突然一阵凄凉就涌上心头 他说我跟水族这么多年 难道就这样啊 就在这个时候 神感动他 这叫做安慰 神的安慰领导他 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 你在地上这样 没有关系 将来你回天家的时候 我就到天使天君 通通到门口 去欢迎你 这叫做安慰 你记不记得 尸体反 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他定睛望着天 看到什么事情了 看到耶稣站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叫做安慰 神会让我们看见 神会让我们得着 这样子的安慰 当然是为了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很好 所以这边说什么呢 他说得着属天的安慰 可是不是停在这边 当圣经提到 得到属天的安慰 他是告诉我们 叫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 成为他人的祝福 我们读第四节 我读第四节 请你们读六节七节 我们就要最后一段了 我读第四节 你们读六节七节 第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致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第六节 我们也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这边提到当我们受安慰以后 我们一方面从苦楚当中出来 我们可以更成熟 我们对神有更大的把握 另外也因此 我们就成为安慰者 可以安慰别人 这个意思不是说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或者我们分享到 我们过去受苦的经验 别人就说 哎呀 连他都受苦 我受苦就没有关系了 不是这样 这样就是幸灾乐祸 对不对 恨不得我受苦 别人也跟我一样受苦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不健康 保罗的意思是说 说他因受苦得了安慰 他自己受苦得了安慰 就会用这一种安慰来安慰同样受苦的人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本于自己受苦而得安慰的经验 来跟别人分享 叫别人也同样可以 仰望那位赐各样安慰的神 所以我们不是跟他说 你苦 我比你还苦呢 你可怜 我比你还可怜呢 你倒霉 我比你倒更多的霉 以换取对方说 哎呀 好家在 我没那么严重 不是 这边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苦楚之后 我们分享我们得安慰的经验之后 别人就可以像我们一样去仰望神 神可以给他安慰 叫他们不自在患难当中绝望 反得到安慰 有一次我去安慰我们教会一个 一个考试考得很不理想的人 他过去的表现一直都很好 可是在国家考试上面 他就没办法通过 得到好成绩 我听到这件事情 我就跑去安慰他 我就安慰他 他很消沉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啊 我说仰望主 我说我们来祷告 他就很生气的对我说 他跟我说 他说你不会了解我 他说你一直表现都很好啊 他说你怎么了解像我们这种 考试考不上的感觉呢 他说你从来都没有挫折 你怎么可能体会我 我就看着看他 我对他说 我说我了解你的 我说我知道你每年去考试 国家考试嘛 都抱着希望去 到了考场了 你就怕见到熟人 然后当你见到熟人的时候就表示你跟他都在孙山的外面嘛 然后你就开始考试 考的时候呢 忐忑不安 考完了以后呢 就整天想说考不考得上 然后放榜以后你就怨天尤人 对不对 他说你怎么知道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知道啊 我说我能够体会这个感觉 他就说你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跟他说是 我一直到我读研究所 毕业以前我一直都是好成绩 我毕业论文的目录 被我们学校的几个教授就把它印出来 就发给我的学弟们学妹们 就跟他们说 你们啊 那个硕士论文的目录 如果能够写成这样 那内容我不看都可以过 你听得懂吗 这是多大的荣耀你知道吗 被老师copy拿去给学生说 你们就这样照这个 照这个目录这样抄一抄 那内容你们填一填就可以毕业了 我的指导教授告诉我 他说你的硕士论文 他说你要不要再念一念博士 硕士论文再加一点点 就可以变博士论文了 我老师说你要不要赶快来再念一念 或者你赶快出国 我送你出国赶快去念书 可是我 我有十次高等考试 律师考试 司法官特考 没有考上的经验 我一共考了十次 我年年去考 从来没有考上 我到最后一年考试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这是最后一次考试 我再不考上也很难了嘛 为什么呢 因为照排队早就排上了 你知道我们台大法律研究所毕业的 像我这样 没有拿到国家考试资格的 没有考上律师 没有考上司法官 没有考上高等考试的 可以说没有 maybe I'm the only one 我在说成绩非常好 我到第六年最后一次去考试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应该要考上了嘛 那天我去考试的路上就放到我同班同学 大学同班同学 不是研究所的 那时候我研究所已经毕业了 放到我同班同学 结果我说后来接着你来干什么 我说来考试啊 我说你不是早就考上了吗 我说没有啊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说怎么可能呢 结果那一年律师放榜 三千多个人去考 一共录取六个人 是有史以来 中华民国有史以来考律师录取最少的一次 那比例五百个人录取一个人 现在是按照比例录取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是老师要给几个人录取 就给几个人录取 放榜前一天我就知道我没有考取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考试委员 我打电话给他跟他聊一聊 他就安慰我 他就让我知道说我没有考上 他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回心 因为这个老师就是我的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的老师 他就跟我说我告诉你 他说你只有差一点点 我告诉你一点点就是没有上 一点点跟很多点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上 我就是第七名也没有上 因为他只录取六个人 那段时间我在高考补习班教书 注意听 我在高考补习班教书 教别人怎么考律师 教别人怎么考国家考试 教别人怎么考司法官 我教的学生很多人都考上 有一位五十几岁的老法官跑来找我 或者我找他李老师 他说你教的太好了 他说你教的那一科 我原来只有考二三十分 你教完了我考八十分 你们可能不知道考律师 我告诉你 二三十分要进到四五十分 都已经不太可能 四五十分要进到六七十分 你就把头砍下来也做不到 我那一科 我教到的程度是 他从二三十分可以考到七八十分 他跟我讲 他说李老师谢谢你 谢谢你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是我二十多岁 那是我二十多岁 他五十几岁 他看到我还一直点头 李老师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他说那是你的本事 我说那是你很努力 我跟他说我自己没有考上 他跟我说怎么可能呢 他说老师你自己没有考上 我说我没有考上啊 所以我能够了解考不上的人 因为我有十次没有考上的经验 我知道那种感觉 我知道那种失落 我知道那种不公平的感觉 就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我最拿手的宪法的那个科目 考三十八分 考三十八分 我就因为那一科没有过的 我那科全部平均上去的时候 我要差零点几而已 零点几 我考三十八分 我才四十二分我就上了 你知道吗 那个老师不知道怎么搞 就三十八分 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 我就跟我老师说 老师那科是你教我的 我没有考三十八分 怎么得了啊 我们老师跟我讲 他说考试院 从来没有承认错误过 所以你不用复查成绩 你听得懂吗 我们老师是考试委员啊 那次放访了以后 神安慰了我 用人不能用的方法安慰我 用我自己所无法想通的方法安慰我 所以我安慰了那位考试考的不理想的弟兄姐妹 我跟他说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不同于人的意念 我跟他说你回去祷告 看看神能不能安慰你 弟兄姐妹 患难跟苦楚的第二个正面的价值 就是得到属天的安慰 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了我们有点结语吧 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要受苦 我们所要提防的事情是 不要因为我们的犯罪 软弱偷懒或多管闲事而受苦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而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在受苦时 我们就能够从神得安慰 这个安慰可能是神本身来的安慰 也有可能是神先给了别人 然后别人来安慰我们的安慰 其次当我们在患难中得了安慰 这个安慰在有生之年 就成为我们的经历 成为我们的拯救 叫有一天当别人落在相同的苦楚 跟患难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叫他们也能忍受我们一样的苦楚 所以经历患难承受痛苦 我们的生命会成熟 我们的生命会成长 我们会认识自己的有限 我们会认识别人的需要 我们会认识神的能力 盼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都在患难和苦楚当中得到好处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为我们受苦 祢忍受了天大的苦楚 祢从天上来到地上 祢被冤枉 祢被看不起 祢受尽贫寒 祢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 祢被陷害 被祢最亲近的人伤害 因为祢了解我们的苦楚 谢谢祢让圣灵保会师 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 祢我们再一次向祢献上感谢 祢拔不得祢给我们 向着祢 我们就愿意更学习祢给我们的恩典 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些人现在在困苦的里面 拔不得我们的信息 从祢而来的 能够成为祂的帮助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